过去六年,马来西亚慈祭雪龙分会 都租用体育馆或足球场来进行御佛典礼 来临的5月11日,志工将把御佛典礼的场地 搬到刚刚落成的吉隆坡静思堂 一个左边的右边,一个左边的右边 才会呈现立体流离同心园 其实每一年都是有新的一个变化 让我们更加能够去看得更多,学习更多 这场地是因为在我们静思堂前 而且空间比较有限 然后我们每一组的队形动线都不一样 回到新林的家 首次在吉隆坡静思堂举办御佛典礼 志工满心期待 但企划的过程并没有志工想象中的简单 往年的御佛的动线很规律 可是今年因为要展现立体流离同心园 可是两组要互相如何去走 这都是一大考验 所以这个就必须要团队大家有共识 他们就很容易理解跟了解 新的场地,新的规划,新的挑战 不变的是,志工团队弘扬佛教的坚定意志 让更多民众一同感念佛恩,亲恩,众生恩 当然新闻,正上美志工,萧黎娟,陈贵舟林伟德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 接下来 感谢观看